你他妈的找死 大胆 先生你如此辱骂我是何故 嘿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贬低曹丞相 曹卫王 什么曹丞相曹卫王 曹操他什么时候称王了 眼前这位站在点墨旁边的正是曹操 但他目前正在创业中 现在发展到未复报仇 准备攻打徐州陶谦 他看点墨虽是火夫 但气度谈吐不凡 因此起了爱财之心 但又怕对方是刘备的卧底 因此他便当着点墨的面 把曹操骂得狗血淋头 甚至把自己喜欢抢人妻的癖好 都说出来了 毕竟听后都惊呆了 卧曹 主公果然是个狠人 狠起来连自己都骂 这位小兄弟 你方才说曹操日后能称王 看来你心里的评价对他很高啊 那是自然 首先他知人善任 为财所疑 承御寻御 夏侯渊哪个不是一手提拔的 就拿他的爱将许楚来说 他闯了那么多次祸 不还是曹操的心头肉吗 打又舍不得打 这对CP磕得我好甜的 不错 但先生CP适合我 闭嘴 别打断我说话 这第二 他乃格局大心态乐观 还是个伟大的诗人 他确实有些文人的矫情 但伟大的诗人似乎配不上了 怎么配不上了 我念两首他的诗 你听听就知道了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俊日苦多 凯当以康 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好诗啊 这首诗不亚于千古绝唱啊 先生真乃大才 竟然能做出这等诗句 我都说了 这是曹老板写的 不是我 还有一首观仓海 我就不背了 那好吧 那先生还有其他评价的 那太多了 杰出的军事家 政治家 文学家 消灭二元 吕布 刘表 马超 韩岁等割据势力 对外降服男匈奴 乌环 先飞等 统一了中国北方 并实行一系列政策 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 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 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李布乃无双战将第一勇武 怎么可能被他所杀 而且他还能一同北方 先生一定是在吹牛夸大其词了 吓 吓 夏虫不可语兵 骗你干嘛 只可惜 曹老板也失败了许多次 但人无完人嘛 正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失败 对 就拿这次借报复仇为名 攻打徐州淘迁来说 他就没料到 李布会乘机攻打远州 先生你这话我不赞同 李布已借匹夫 他哪里来得如此胆识 竟敢偷袭曹操的远州呢 信不信有你 这个纸条你们拿着 等一个月后再打开 我靠 忙着跟你讲话 我锅糊了 好好的麻辣烫变成麻辣香锅了 你们快走开 别再耽误我做饭了 说完 点墨便将曹操两人等出门外 唉 雨晶 你觉得这人如何 主公 墨将只会带兵打仗 识人方面 我不是很懂 我开始觉得 他是个惊天伟地之才 但到了最后 我却觉得 他只是个纸上谈兵的诗人 不过这张纸条 倒是让我好奇得很 一月后 记得提醒我打开看看 算了 不管他 我要想想怎么攻打徐州 一个月后 曹操攻打徐州时 吕布成绩入宇宙舟 曹操急忙回原 但却吃了败仗 这时 他忽然想起一月前 点墨给他的字条 上面的内容 让他大为震惊 曹操攻打徐州 老天 这绝对是神仙 于晋 快和我再去拜会先生 若能得到他的福祖 何去区区履顾 你俩货怎么又来了 怎么样 现在信我的话了吧 先生救我啊 不敢瞒先生 其实 我就是曹操啊 什么 你就是 对 我身边的于晋 可以作证 先生 你一定要帮我呀 军中职位 任你挑选 这次轮到点墨震惊了 但他心思很快便活跃起来 因为他的亲哥哥是点霉 不过点霉现在 并没有受到曹操的重力 仅仅还是个杂兵 因此 点墨内心 升起了为他哥哥 铺路的想法 好 那我就辅佐你 东寨 驻军武坚 由吕布大将高顺领兵 如我所料不错 主公是准备带 八千至一万兵发兵 偷袭东寨吧 好恐怖 竟然能完美猜算出 我心中所想 可是主公想过没 就算主公攻下东寨 这却战过后 又如何应付吕布的援军呢 是啊 高顺统领的兵马 可都是西凉今日 每两三个时辰 也不可能解决战斗 其实我有一法可应对 好 细细道来 这个方法叫为点打员 主公把自己所有兵马 全部派出 一万人负责偷袭 其余的全部埋布在 吕布支援的路线上 打他个措手不及 卧槽 妙啊 妙亲 先生真是惊世骇死 请受曹某一拜 一旁吃鸡腿的点围都看待了 他的偶像竟然给败他的弟弟 哇 弟弟竟然是偶像的偶像 好牛逼 十日后 曹操完胜 与不犹如丧家之犬 元气大伤 先生 你救了我 救了三军 谢谢你了 好了 先生说吧 军中你想要什么职位 我无不招准 等主公彻底击败了吕布 再论功行赏吧 NICE 我觉得这倒不像主公的计谋 主公向来求稳 可不会随便把所有兵派出去打仗 我怀疑主公有高人指点 哪会是谁呢 真想会议会呢 先生 后面你是怎么打算的 主公 我有一计 可使吕布败王 三代一 鸭子 炸弹 哎呀 紫季 怎么这个斗地主你都这么厉害 是的 先生 我和我爹两人都没斗得过你一个地主 你太厉害了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曹老板 你已经输给我六千五百文钱了 还有曹少 你快输给我一万文钱了 你们看这钱 紫季啊 这钱就算是我把自己卖了 也给不出来啊 要不这样好了 我给你一座山怎么样 卧槽 有一座毒岩山 不过那里面的岩都是有毒的 所以此际你要小心点 没那么严重吧 嗯 这个时代的岩桌以海岩为主 有文记载 古速杀出座 竹海为岩 但因为运输保存的问题 到了中原身价就暴涨了 而陆地上的岩人吃了汇送毒 所以大部分人气如必履 而我作为一名理科生 致言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换句话说 我将拥有一座金山 先生 我身上只有几块黄金 先给你 等我有钱的再补上 好的呢 先生步入正题 咱们有何计谋能让吕布败亡 第一 咱们要不讲武德 派兵绕到吕布后方 等到吕布跟我正面对抗的时候 让他们进行后入 等到他们乱了阵脚后 我们再负责中出 保证让吕布丢盔卸甲 不得动弹 先生 后入盒中出是什么意思啊 是我自创的兵法 名叫阿威十八士 哇 你要是想学 改天我教你 太可以了 多谢先生 先生大财 第二剑则是将此信 送到濮阳城内 巨赴田氏手中 这两剑是半妥 吕布此战必然败亡 这封信也没什么玄乎的 大体内容就是 吕布战败后 让他关闭城门 不让吕布进去 哦 妙 妙啊 先生 你信竟然都写好了 不会你在给我送我的预言纸条的时候 就已经写好了吧 一般一般 世界第三 让骑兵偷袭吕布的后方 必须要在前线豆浆时 彻底吸引了西梁军注意力方可的手 可是 不满此机 火军无一人能在吕布几下 走过三十回合 吕布自如被称为第一猛将 但有一人能和他过上三十招 是谁 难道是关于何张飞 不是 他俩正在跟着刘皇叔打徐州主义呢 我说的另有其人 什么 那卖草鞋的小儿竟然敢打我徐州主义 反了反了 曹老板 这是以后再谈 啊 不知那位猛士是谁 不可说 到时主公自会知晓 啊 那我静候加音 小弟 你说的那位猛士到底是谁 哥 那正是你啊 什么 我 弟弟别开玩笑 我只是个小杂兵 哪有资格跟吕布单条 哥 亲弟弟还能骗你吗 你的神语将在那天被人熟知 彻底消灭 哈哈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诸位 我想出一记可败王吕布 主公何记啊 先后入 再中出 啊 主公我不理解 这是我独创的 阿威十八事 你到时就懂了 主公英明 无等不及 这就是自己所说的装逼吗 果然书信啊 很快变到了决战的日子 哪个楼楼敢与我一战 你的三姓家奴修得猖狂 我由无双上将对付你 主公 我乃无双上将 申请出战 哈哈哈哈 不摇臂脸 请战 报 夏侯渊被礼物 战于马下 无双上将也不过如此 哥 看你的了 待会迎战吕布 就按我教你台词来说 OK 禀主公 家兄典维 哥 战吕布 典维 你是侮辱军中 吴大将吗 这不是我营中的兵士吗 他也要来战吕布 曹操也是一脸意外 这典维不就是一杂兵吗 但出于对点墨的信任 曹操当即同意 来者何人 报上名来 呵 死人不配知道 我的名字 大胆 岂敢放肆 呦 故弄玄虚 我原本以为 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 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 这是谁的部队 卧槽 我们这是看走眼了 这是个妖孽 恭喜主公 喜德爱将 实际果然没有骗我 就这样 双方大将120回合后 真是小瞧你了 带我骑上我的赤兔马 定叫你做我几下亡魂 手握日月该星辰 世间无我这班人 卧槽 典维怎么比我还能装低 主公 现在西梁军 完全被吸引注意力了 是时候偷袭了 命令所有将士 准备后路 温恒 快快回来 我军后方被曹军偷袭了 该死的曹贼 竟然如此狡诈 撤 吕布跑了 给我中出推杀吕布 又请杀吕布主 赏千金风啸了 可惜的是 吕布还是给跑掉了 但眼周顺利拿下来了 仔细 你说吕布逃跑之后会逃奔谁呢 你猜测他会去徐州 还是计州 不用猜 必然是徐州 袁绍四十三宫 兵强马壮 压根就看不起吕布 这种三性的家奴 但刘备就不一样了 人一届的公交车 肯定会同意他逃犯的 一旦吕布跟刘备纠缠在一起 徐州就更难拿了 主公不用担心 在下还有三侧 必可助主公逐鹿中原 灌顶黄河 哦 什么 此话当真 诸葛先生 你为何而读书 为了匡扶汉事 凤楚先生 你呢 我为了获得民主的赏识 为了建功立业 大丈夫当有洪湖之志 子季 你呢 我为了神州知觉己而读书 在帮助曹操打下眼周后 点播的名声也随之传开 最后 在曹操的撮合下 和卧龙凤厨聚在一块 喝酒谈人声聊理想 这个时候 他们并未跟着刘备创业 所以我在想办法 让他俩跟着我混 而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让他们服务 子季先生 你方才的话 能说得再详细些吗 是啊 你刚刚的话 把我俩震惊到了 你能说说你的志向吗 其实我也没有 二位先生的洪湖之志 我的理想很简单 就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卧槽 流变 刚刚听完那四句话 我顿时觉得浩然正气 从天而降 直冲脑门啊 子季 方才那四句话 真的是你心中所想 是啊 我一直都为我这小小的志向 而感到自卑 你的志向小 那我们的算什么 对对对 在下羞愧呀 毕关学习这么多年 白学了 卧龙先生 也没什么 我只是喜欢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罢了 卧槽 流变 卧龙先生 你心中理想的国家是什么 那当然是重铸汉室荣光 百姓安居乐业了 子季先生 你呢 我理想的国度只有二十四个字 十二祖子 孔明愿闻奇想 富翔民主 文明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卧槽 净是害俗啊 了不得 了不得 子季先生这胸怀 无等不及 羞愧难当啊 这啥呀 这两张纸条 你们两人一月后再打开 到那时 你们要是想来找我的话 我随时欢迎 曹主公也随时欢迎你们 没问题 可以可以 子季 听说卧龙奉出二人 得一人可安天下 你和他们谈的怎么样了 请主公放心 一月后 他们必然会来逃犯你 这么自信 子季又开始神语言了吗 我拭目以待 对了子季 你之前说 有三册能让我问顶中原 这三册可否告知 这第一册就是兴农养民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此等惊世骇俗的句子 也只有先生才能说得出来 可是此季 兴农养民不但功成量大 起码还要个三五年才见丞相 丞相放心 我保证一年之内 让衍舟变成天下第一舟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待会请主公不要眨眼了 我准备给你个惊喜 另外的第二第三件计策 等第一件做到了 再说也不止 哦 适合惊喜 一个两张高的水车 停顿在湍井河流堂 被水流带动着飞速滚定的河层 静晕不断地 跟河水引流到一旁的农田 子季 这是河窝 主公这是我叫手下打造的水车 就这么一副水车 可以灌溉上百亩农田 天哪 这水车设计的无比精妙 堪称是巧夺天宫啊 我的天啊 一百多亩要是用人力 至少两三百人 但子季只需要一副水车 就可以灌溉了 子季不但计谋无双 还懂得奇巧天宫之术 难怪主公总花他是麒麟之才 神器 真的是神器啊 子季 这真的是好大的惊喜啊 主公我知道你惊喜 但你先别惊喜 我还有另一个好东西呢 我又发明了屈原梨 咱们一直用的都是直原梨 但它需要三人两牛耕种 十分耗费时间和人力 但我的屈原梨不同 找人试试便知 随即 一名士兵带着一头牛 带着曲原梨下地干活 仅仅用了半分钟时间 就耕种了三分梨 曹操见状惊叫道 妖孽 简直就是妖孽 吃土竟然一尺有余 水车加上曲原梨 农民的收成应该能翻三十倍以上 子孽啊 请受我一拜 主公这是干嘛 子孽啊 我替眼珠的百姓谢谢你 替全天下的百姓谢谢你 你的这两件神器 将给农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后百姓们将人人都有饭吃 咱们的粮草更是用之不竭啊 恭喜主公 我宣布 命子季为军师祭警 见军师如同见我 拜见军师 多谢主公 但是你能不能先把手松开 杀 我可不搞鸡啊 搞鸡 是何意思啊 就是龙阳之好 子季你还未澄清呢 思想就如此龌龊 不过话说回来 你长得风度翩翩 又有这般神通 喜欢你的姑娘估计的从眼周排到长安了吧 在别的游戏里 像我这么帅的 一般都是主角哦 你为何不成亲呢 哦 不会你也喜欢人妻吧 已婚少妇的感觉就一个字 论 主公到底谁更龌龊 回归正题 主公我想回我的老家一趟 哦 何故啊 见一位朋友 嗯 他的名字叫许楚 我听说他的力气不错 想把他招进来 军师有所不知 我们军营里的武将多得很 不是光有些力气就能进来 那就让许楚进我的麾下吧 和我哥哥点围一起共事 没问题 可以可以 把曹操的两员大将都挖了过来 真是太爽了 哈哈哈哈 那自己路上多多小心 我回头倒要看看这许楚有何魅力 要让你亲自去 你们看到他的样子 是不是天真又可爱 你们这三个人这么猛的吗 许楚要不要跟着我们混 嗯 你俩谁呀 啊 家兄点围 有大帝之姿 哦 就是那个硬钢吕布的点围嘛 哈哈哈哈 正是在下 好 那让他和我打一场 赢了我就跟你们走 无乃虎吃许楚 天之巅 傲事间 由我点围 便有天 大哥的台词功底越来越强了 一股子逼王之气正在缓缓上升 哇 好霸气的巨子 独愧是能和李布向对抗的高手 算了不打了 我愿意跟着你们混了 但是我这一走 我们桥县的百姓要被俄贼祸害了 我放心不下啊 啊 众康不必忧心 主公给了我七百军士 灭了俄贼 那是轻而易举 顺便拿下汝南县城 就当是你的投名状 可是他们有五万人业 哼 那是他们在恶意刷数据 其实算上老弱病残 连五千都不到 灭了他们一如反掌 那真是太好了 军师其实我还有个请求 请讲 恶来兄说的那些话都好霸气 应该都是出自军师之口吧 你能也帮我想一句话吗 我好跟人战斗的时候用 天不生我许重康 刀到万古如长夜 哇 好 太好了 军师的文采简直绝世无双啊 不久后 徐楚点为带着军队 将鹅贼杀的片桨部里 成功占领了汝南县城 回到曹营后 曹操大喜 真不愧是我的军师祭酒啊 七百对七千都能赢得如此轻松 下面我封虎吃徐楚为骑兵校尉 统兵一万 谢主公 徐楚 你可愿在我身边谋事 你武艺高强 刚好还能保护我 在主公身边谋事 哪可以说是平不清云了 多谢主公美意 但我想留在军师身边 那来你呢 俺也一样 好吧 那你们定要保护好军师 他可是我的子法 麒麟军师 奇怪 怎么感觉少了两样很重要的东西 子俊啊 我现在有一事令我心忧啊 主公合适 钱不够啊 将士们的军饷都快发不起了 但最让人气愤的是 刘备那小孩 得到了陈规陈登父子的支持后 最近在不断的招兵买马 更糟糕的是 他们准备拉拢弥迷家 卧槽 那迷家可是大汉首富啊 要是真的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那刘备只会兵强马壮 到时更不好对付了 最重要的是 听说迷家想把迷真 嫁给刘备 联姻的话 相当于捆绑在一条战船上 对我们十分不利 真是该死啊 若是有可能 我真想杀了他们 主公 这迷真据说是人间角色啊 我曹梦德其实贪图美色之人 他才十六岁 我只喜欢那种狠润的少妇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糟老头嘴坏得很 主公 我倒是有一计可解此局 哦 此剧请假 只要我们拿出更大的筹码便可 迷家是商骨之家 所以我们需要与其做生意 生意 可是我们并不会啊 来人把东西抬上来 不久后 两个利夫扛着两袋盐上来 啊 这什么玩意儿 主公 我们就与他做盐生意 可是 这盐是毒盐 也更不能吃啊 很简单 只需要将之溶解 蒸发结晶 得到的盐就能吃了 自己又在说我听不懂的话 可没过多久 一盆纯净的盐摆在了曹操面前 曹操用手指 粘了一些尝尝 顿时惊喜万分 卧槽 真的能吃 此剧真乃神人啊 现在盐家堪比黄金 但有了这项技术 以后就算是普通人 也能吃得起盐了 下面就烦请主公 为这盐造势了 然后我邀请 弥家兄弟来眼周 他们是生意人 肯定明白这盐的重要性 所以一定会来的 到时我们说什么 他们就得做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子稷啊 多亏了有你啊 没有了你我可怎么活啊 对了 我这有匹宝马送给你 能日行千里 叫做赵叶玉狮子 哦 多谢主公 那你先带着玉狮子去逛逛吧 培养一下感情 OK 玉狮子 名字好熟悉啊 哈哈哈哈哈哈 找到了 哈哈 我终于找到你了 来者何人 有何目的 我乃 常山赵子龙师爷 我的马丢失了 特地寻到此处 阁下所牵的马 就是和我走失的 赵叶玉狮子 赵子龙 不会吧 不会吧 这位军事猛将 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那就别怪我 不客气了 哈哈哈哈 你能把马还给在下吗 我怎么感觉你 像是个骗子呢 我赵某同步欺人 不急 是不是骗人 我掐指一算便是 小弟还会算命 赵云 自子龙 常山真定人 率领一从加入公孙赞 神仙啊 你究竟是何人 在下点墨 什么 你就是点墨 你也听说过 我的故事 听说过 草公有一骑林子相助 轻松击败了旅物 而且还精通天宫巧夺之术 舍车 去园林 造福百姓 你要不说 我还不知 我这么牛逼呢 方才是子龙冒使了 先生勿怪 子龙 你想跟着曹公 建功立业部 先生说笑了 在下只是一个 小小的百夫长 何德何能 受到曹公的赏识 那我要是为你引荐呢 还请先生 为我引荐曹公 在下院与三位 成为跑则 一同见万事功勋 子季 你才出去片刻功夫 又带回来一位 主公 此乃赵云 赵云 没听说过 此人是有什么才能吗 武功在点围之上 万军之中 也能七进七出 我昨晚也七进七出来着 主公 其实赵云 还有别的作用 他乃练兵好手 练出的白马翼 从很是了得 但还有个最重要的作用 主公要想攻打徐州 一定要名正言顺 而普天之下 有一人可以让任何事 都变得师出有名 你是说天子 没错 咱们可以携天子 以令诸侯 如果天子下令 让主公攻伐徐州 世上确实无人敢挡 因为那就意味着负逆 意味着造反 别看现在大汉天下军阀 灵力诸侯歌剧 可是所有人都是 打着伏汉的名头 绝对不可能有人敢公然抗旨 所以若是主公能把天子接回来 从此以后便可奉天子 以令不臣 哦 明白 奉天子以令不臣这话 猛然地撞击着曹操的心房 他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 没错 这个正在关中受苦的天子 是一面号召天下的王旗 如果能把天子攥在手中 那我便可远交进攻 纵横南北 无往不利 不愧是你点此剧啊 在天下诸侯人人都为自己一母三分的征战不休的时候 他的目光却放在了被试人遗忘的天子身上 可有个问题 子计可知 天子在长安 而长安是由李爵锅四把手 这二人与吕布一样 接收了董卓的一部分兵马 战力不可小觑 尤其是李爵锁布 手中有三千飞雄军 天子固然是个香波波 可长安城防见识 又有护城河 就我手头上这点兵马 便是全部拉过去 也是送死 所以主公开始问我的时候 我只能告诉你 还在部署 因为当时一直在想 如何突破长安城防 听子稷的口气 莫非已经有了主意 想从长安救走天子 无异于虎口拔牙 别人不行 子稷肯定行 主公高估我了 我也没办法 喂 不是吧 我是办不到 但有人办得到 谁 主公心拜的行军司马 你说的是子龙 难不成他比吕布还神勇 凭借一己之力 能破开长安城吗 哼 子稷 子龙再有 也不见得能比子圣 众康强大 长安那里可是鱼龙混杂之地 城里有李爵锅寺的数万叛军 城外有白波贼 何惜还有匈奴 正因为如此 我才需要子龙的帮忙 否则早就对长安下手了 那你准备何时动手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半个月吧 最多再有半个月便可以动手了 啊 我拭目以待 二人正谈论天下的时候 好人小跑了够了 主公 鸡十一 米家的车队已经进城了 来得还挺快 来人是米猪还是米方 是米家的二家主 米方 来的不是米猪 有些可惜 子稷确实有手段 把米家给调到浦阳来了 怎么样 准备怎么敲打他们 这是我还需要 琢磨琢磨 这次把米家调到浦阳来 第一目的是借助米家的伤道 把生意给做开了 第二目的则是要切断米家 与刘备的沆瀣一技 哇 刘夕 子稷 我倒是有个不错的办法 请主公赐教 听说米家千金代价归中 不如由我出面替你提亲 要是你取了米家千金 就不用担心米家倾向刘备了 主公此事以后在意 万一米真是个乔碧鲁 我不就亏大了 主公要是说江南大小乔 河北真蜜笑 这三位绝世美女 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好 迟早有天我把他们抢过来 送给你 曹操与点墨相视一笑 和曹操谈完后 点墨恰好英雄救美救了一名美女 此刻她正在酒楼请点墨吃饭 不知小姐是怎么被坏人缠上的 哼 都怪点墨那个混蛋 小姐 我好像今天第一次遇见你吧 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 点墨不是曹工的军师祭酒吗 他总不会只是这些商贩来为难小姐吧 公子有所不知 日前点墨发出邀请函 邀请家兄到培阳商议生意 我便跟着一起来了 可没想到他摆这个臭架子 把我们晾在一管七八天了 我们想回徐州吧 守城门的护卫还不让 如果不是他把我们困在蒲阳 怎么会有今日这样的难堪 天杀的点墨会遭报应呢 乖乖也 他称呼弥方为家兄 那么也就是说 他是迷真 刘备未来的夫人迷真 这小妮子嘴这么厉害 真是不知仕途险恶啊 耍耍你也好 小姐 我要恭喜你啊 幸亏点墨没去见你们 如果见了 会怎么样 听说点墨是个急色之人 他若见了小姐 肯定会见色起义 到时候小姐怕是要落入虎口了 哼 浪荡的灯徒子 真不知道曹操看上他什么 封他做军师祭救 多谢公子的赐教 以后我会小心点墨的 还未请教公子大名 在下许川 小女子姓妮 明镇公子对点墨如此了解 可是认识他 不认识 不过我哥认识他 如果小姐急着想让他放行 我可以让我哥安排安排 多谢许公子 此事若办成了 弥家必有重谢 区区小事 不足挂齿 告别了弥真 这时赵云找到了点墨 怎么了子龙 可是事情有进展 军师 墨家已经收到复兴了 事先已经半腿 他表示只等我们这头余定进军日程 他那头便可以随时想 没有辜负军师的信任 完美 此事办妥了 子龙可是投工 其实 先前军师说墨家能力就国子宫 墨家总觉得是军师高看了 现在看了 军师对于战局的把握可谓是动漏关火 任凭谁也想不到军师的计划 最关键的是 我们真的要力挽狂澜 付钱坤于击倒了 都是自家兄弟 怎么会哄骗子龙呢 对了 他有没有跟你说长安的兵力 说了 墨贤力却所部有两万人 除了三千飞凶军外 还有四千起兵 其他都是不足 而郭四所部兵马较少 也有一万三千人 但其中有八千起兵 现在他的手头上只有不足万人 所以他还是有些担心的 但他透露了一个情报 理屈郭四进来越发的步伐 自有动刀兵的意思 我们要不要等着他们内乱 再出手成功率更高一些 等就没必要了 但既然他们有矛盾 我们不妨帮帮忙 让他们的矛盾扩大一些 请军师试下 该如何做 这一节你不必担心 我自会处理 你复兴去吧 告诉他十日后动手 到时候他只要打开城门 带着本部兵马响应 此战必胜 知道 赵云刚退下不久 曹操又上门了 可是长安方面的事情 已经不说好了 是张继吗 当年董卓入京的时候 火人萧綦校尉 屈身是贼 那会张继就是跟着董卓的 有过几次交道 董卓死后 他便自己拉起了大旗 现在跟李绝郭 似一起在长安 张继有个侄子叫张继 主公可知道 没见过 但听张继提起过 号称北地枪王 听说枪法超凡脱索 紫继你葫芦里卖的 到底是什么药 你直接跟我说吧 张继是子龙的师兄 他们都是从枪神同渊 自小感情颇深 哦 竟然还有这层关系 我懂了 一定是子继利用这层关系 让子龙说服了张继坐内衣 只等自己起兵的时候 张继便会大开城门响 难怪你会说 子龙是破长安的关键所在 你们一定是已经说服了张继疏直 对付 主公名剑 哈哈哈哈哈哈 哦 做得好啊 人们常说我曹梦得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 现在看来 一点墨才是真正的穷极个人价值 赵云的这一层关系 都能被你挖出来 并运用到了极致 手段通天 子继 你说吧 准备带多少人去 有了这层保障 哪怕要我进起三军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主公 五千足以 但必须要骑兵中的精锐 不可能 五千人 这怎么可能呢 子继 你可知道李绝郭四的手上 可足足有三万多人 平日里肯定不行 但现在可以 前提是要主公发力 哦 我能发什么力 主公可以写两封信给李绝郭四 你的意思是玩挑拨离剑 正是 自己真是把兵法玩到了极致啊 这样我们可能没到长安 他们内部可能就自己瓦解了 就天子便如探囊取物了 那主公就赶紧做准备吧 OK 辞别了曹操后 蝶莫准备去见见李家 好好谈谈生意上的事情 华靠 你在搞什么 你从家里头跑出来 我没把你送回去就算了 现在还敢跑出去 结识什么许川公子 这万一要是点磨的人 你上哪说离去 怎么了嘛二哥 我看许公子风度翩翩 一表人才 正气凛然 可不像是奸恶之徒 嘿嘿嘿 你可太不让我省心了 你还是赶紧换上男装吧 且不论哪许川说的是真是假 但点磨却是并未成情 万一他看上你了 我们可就是肉在真吧 唉 好的 二哥 二爷 点军师来了 卧槽 忽等了八天总算是盼来了 看吧二哥 许公子没骗我 哈哈哈哈 我来了 可迷真看到点磨后顿时傻呀 哼 他就是点磨 假扮许川来骗我 行了 竟然还女扮男装来骗我 看我怎么整你们 在下迷方拜见军师 小弟 还愣着干嘛 懂不懂李树 小女 小人迷阵 拜见点军师 天哪 原来这个混蛋就是点磨 竟然隐瞒身份说自己叫什么许川 果然可恶啊 坏了坏了 我昨天当着他的面狠狠地骂他 万一要是记恨我 该如何是好 唉 应该没事 我化妆了 到时候追问起来 来个敌死不认就是了 迷掌柜的 有件事情想跟你请教 谈什么请教啊 点军师有什么吩咐之管说 小人会尽力办到 哎呦 不错哦 我有个朋友叫许川 她告诉我 有个少女叫迷真的 自称是你妹妹 对我意见颇大呀 不如把她也请出来 呼好些 幸亏让小妹换了衣裳 哈哈这个蠢蛋竟然没认出我女扮男装 对 有这种事 只怕点军师是误会了 舍妹确实叫迷着 和她身在渠下啊 是的 小妹想来的 但大兄不让来 你们兄妹完蛋还挺花呀 一会可别哭 迷甲小弟 你我一见如故 不如我们拜靶子吧 甚好甚好 这是小弟的荣幸了 哈哈哈哈 好弟弟 点墨上去就是一个拥抱 啊 好香啊 好弟弟身子怎么又软又香啊 都快把我引出龙羊织好了 一 他被吓得瑟瑟发抖 却不敢推开点墨 好久之后 点墨才依依不舍地松开 来 好弟弟 哥哥以茶代酒 敬我们兄弟友谊 地酒天长 好的 哥哥 可点墨一个故意不小心 把茶撒在了他的胸口上 不好意思 哥哥笨手笨脚的 没注意 我这就给你擦擦 哇 弟弟的凶大鸡可真是浮夸呀 但平常不注意锻炼 一点都不结实啊 你换死了 说完 尖叫着跑出去 没事没事 他 他去换衣服 换衣服而已 军师赎罪 呦哼 哦 换衣服了啊 那我们好好谈谈吧 弥方 你也不想你的弟弟 哦 不 你的妹妹弥真陷入危险的境地吧 真是好大的胆子 敢欺骗本军师 他知道 原来他一早就知道了 在下愿以出五十万没钱 放我们一家人回去 回去 你妹妹只回不去了 不是我有意为难你们 怪只怪你们弥家进来与刘备走得太近了 不过你放心 等我收拾了刘备 就放她回去 不好 弥家成为了潮流之争的牺牲品 回去后帮我带句话给你大哥 刘备是搜破船 迟早是要沉的 别把弥家如此家业白白断送 那弥真的安全 放心 我与你们弥家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的 只要你们别在财力上支持刘备 弥家人就不会有危险 好的 在下听军师的 至于严的事情 你跟我主公谈吧 转眼十天过去 浮阳西门处集结了五千精锐骑兵 典威 徐楚 赵云 曹仁兄弟 夏侯兄弟 只要数得上名号的将军全部都到齐了 辞去愈何 救缘子 辞去啊 我给你找了个贴身侍卫 专门负责保护你的安全 谁啊 莫将曹昂 奉命担任先生护卫 愿为先生牵马坠灯 不必俘获 卧槽 我的个乖乖 曹昂 曹子修 曹操的长子 卧槽 曹老板还真是大放啊 年轻儿子都给我了 子季 这小子沙场之上却有他的过人之处 不过我这痴儿子小好工啊 却不爱读书 我不想他变成一个有勇无谋的莽夫 哼 子季 你能明白我的苦心吗 主公的意思是让我教他 正是 如果子季不嫌弃 我希望能当他的老师 曹昂 你自己跟军师表个态吧 莫将曹先生要如君如负 任凭教育 不会有丝毫怨言 哎呦 不错哦 好 你这学生我收下了 我先问你个问题 你觉得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振兴国家呢 先生 我觉得要以农为本 兴农养民 错 要科技兴国 科技兴国 正是 就如我发明的屈原离和水车 你说这是光靠毒四树五经就能发明出来的吗 所以 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 先生的意思是大力发展天工巧夺之术 可以这么理解 有句话说得好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赵云的枪够快吧 十步之内 取人手机如碳囊取物 但我要发明的东西 百步之内 又快又准 曹昂 改天我就教你二次函数 卧槽 虽然我听不懂什么意思 但一听就知道很牛逼 哈哈哈哈哈哈 曹昂 你且跟着先生好好学 知道 曹昂本来的命运是死 但在我的介入之后 估计以后没有曹批什么事了 随后 就是出征前的事实 曹昂拔出妖间宝剑高举向天 喊道 兄弟们 冲啊 天子快要到手了 随时波子 李确二人已经内红 打在了一块 而三国独士假许准备跟着张继一起投靠曹操 梦德我们还是赶紧入宫吧 若是我们都入了皇宫 到时候东门备战 凭这点兵马 想冲杀出去只怕不易 一部分随我和军翼一柄入宫接驾 其余人守护好魏阳街 谁知道 记住 一定要护子继周全 主公放心 一名少女被骑兵追赶 剑状点墨射出一只精灵剑精准的插入骑兵的胸膛 救下了少女一命 此少女绝美 人间绝色 还不快跑 张无精妹妹 快过来 招 招鸡妹妹 蔡文姬 奶妈 杀 听门公子精通奇巧天公之术 没想到今日能有缘一件 如今长安大乱 不如你跟着我们回长安吧 好 公子若是不嫌弃 那我愿意 此时 曹操也成功救出了当今天子 流血 快点 快点准备回去了 可我不会骑马 上我的马 说完点墨一把咱咱拉上 搂入怀中 皇城府补牙内 天子高坐高堂 感动地看着曹操 曹将军 实乃国之栋梁 秦天玉柱 真要收拾山河 便要两丈曹将军吧 你如此越祖带袍 是把皇帝当傀儡了吗 这就是自信 你们知道吗 朕这是从蓝物 掉进了湖啊 朕这了 陛下英灵 军师 为什么主公把首都定在许昌 而不是濮阳呢 濮阳 可是主公的发家之地 根底也强 这里头应该有很大的原因 是考量了尹川氏族和世家 毕竟靶都城安在了许昌后 尹川郡内的世子 几乎是找不到任何 拒绝报效的理由 哦 原来如此 小弟还是你聪明 何人在哭 丙主公是点将军 嗯 他哭个什么 点威 你怎么了 主公 今天咱们在皇城外 遭遇西凉叛军的追杀 原本是可以击退他们的 谁料想李却带着飞雄军 突然杀出 咱们损失惨重 折了两千多弟兄 徐楚一脸的沉重 叹了口气 沉声道 八百点自营 只活下来三百多人 卧槽 原来你是因为死去的弟兄而哭 都怪俺 小弟早就告诉俺 非雄军不简单 可俺没在意 是我太轻敌了 俺对不住他们 哭什么 只要你点子圣能平安归来 就算部队打光了 我也能笑出声来 不就是折了几百点自营吗 回到普遥我让你从三军中任意挑选 再组八百点自营 战马 军械全部点自营优先安排 谢 谢毒公 半月后 众人终于到了许昌 天子成功落户 行与你赶紧以天子名义下旨 昭告天下 天子定督许昌 百官来朝 那些豪强 世家送的礼全都不要客气 该收的收 谁送的傻呢 记得记小本本 一切都安顿好之后 许昌终于迎安了第一次朝会 常乐殿外 内侍太监吆喝了一声 陛下朝会 百官入殿 无皇万年无妻 免贵百官奏报 自陛下迁都许昌以来 九州海燕和清 百姓俄首称庆 设计风调与顺 你倒是比董卓李薛 郭司他妙会说话 那几个贼子每天都说长安才好 外面乱得一塌糊涂 臣恳请陛下 册封济州袁绍为大将军 受武庭侯 册封淮南元树为票旗将军 受忠义侯 册封荆州流稿为前将军 受安东侯 册封游州公孙赞为后将军 受金安侯 册封吕不为左将军 受蓬城侯 这曹贼想干嘛 为什么这般操作 这封的可都是他的死对头啊 小弟 主公的操作 我不是很理解 主公封了他们 唯独没封自己 这是做给天下人看的 因为这些都只是一个称呼 虚名而已 这样做了之后 天下人都会夸赞主公仁义 忠君爱国 不贪权力 这样到国就可以不留恶名 甚至还能民心所向 此乃妙计 终于还是董成忍不住了 董成走到曹操面前 你曹操怎么不也得封个三宫 我告诉你 只要我愿意 做他皇爷爷都行 但我不图这些虚名 陛下 臣为力寸功 不敢情傻 方才所报 却是我大汉才人 他们才应当加价 曹操这个人 务实不务虚 论道国的高明手段 真正做到了道国不留恶名 我在董卓 李缺这群人手上屈辱到了 连吃饭都要看他们的脸色也无妨 因为这群人不过是莽夫呆汉 但是曹操这个人精 我根本都不过他 凡曹操爱卿所请 朕无不照准 谢陛下 退朝后 曹操找到点墨 子继 他们不懂我 你懂我意思吗 我对境里是路 懂不懂的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下次早朝 请主公长话短说好了 这大清早的站了两个时辰 我腿都要断了 别挣扎了 这是命中注定 行了行了 这次是定都后的第一次朝会 你肯定要参加的 但后续你要实在不喜欢 不来就是了 借主公了 上辈子天天早八 待古代还要早八不成 对了 今晚到我府上来 有事说 遵命 这一夜 曹子登红通明 刀棚满座 曹操站在暗前 国军校尉典为 特封定位将军 其都尉许楚 特封镇为将军 行军司马赵云 特封荡扣将军 曹操拿着功劳簿 全部都根据功劳簿进行了测封 考军点墨 下面人窃窃私语 军师至少能位列九卿 论功劳 三公都不过分 如此年纪 莫说三公了 就算是九卿 也算是前五古人 后五来者 福祖以来 都有建树 供东关令 东关令是朝廷 整理文书的须职 这玩意 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 主公难道不怕 含了军师的心 谢主公 卧槽 哥们 你是不是不知道 公关令是干嘛的 谢是赵月 谢是我 最久的曹操 无意间 贴到了张秀身后 坐着一个美妇人 看得入神的曹操 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 你死谁啊 张极之期 张秀的小伯母 周氏 他今宵 必愿与我同床共争 卧槽 你个老色胚 没想到 我就算是改变了 历史的车轮 也没办法改变 你身上的卫武雄风啊 周氏现在的身份 压根就不适合下手好吧 别看张秀 现在的兵马不多 真要给你闹起来 也够你喝一壶的了 而且平心而论 长得真的挺一般 九席持续到三更 等众人都走光后 点磨 折返去找曹操 子季 你怎么又回来了 朱公 你今夜是不是 打算派人 把今天宴会上 张秀的小伯母 周氏接过来事情 对对对 有什么问题吗 有 而且是大问题 我懂了 原来子季 与我是同道中人 既然你也喜欢 那今晚就让给你了 我明晚再找他可行 你从哪里看出 老子跟你是同道中人的 哥们可没这匹套 你的娘的真是个天才 朱公 你最好清醒些 张继才刚刚阵亡 你就想睡了他媳妇 你让张秀的脸 往哪里割 他不堪其辱之下 很可能带着布下反了 子季 你救了我 也救了我的基因 耶稣也留不住他 我说的 朱公 有些东西你把握不住 很多东西都是虚拟的 因为里头的水太深了 子季老师挂在嘴里的潘嘎之交 好像就是眼下我的处境啊 第二天点末 便去了考军处 找欧铁打造兵器 诺 照着打造 整他翻五千个出来 大人您看好了 只需五天您就能验收了 上道 离开考军处后 点末散步到城门口 碰到了徐域 哈喽 温若 你在这干什么 是子季啊 我又一致有要来 应该差不多快要到了 特地出城来迎接 能让你寻文若 亲自迎接 那恐怕不是一般人吧 以后子季肯定会认识他的 希望他的到来 能与你抗衡一二吧 凤孝 你可终于到了 此人就是郭家 号称鬼才的男人 终于到了许昌 郭家这几年 是在袁绍的手底下打工 袁绍是个优柔寡断的主 南城大气 收到我的信后一准来许昌头奔主公 郭家跟随许玉入城 回到草府办起接封印 众人笑呵呵地拉着郭家入席 凤孝 知你要来 我可是特地准备了二十年的紫金唇 凤孝 你素来足智多谋 在兵法上的造诣也已是登峰造极 日后在主公坐前引穿一脉的大吉克就要靠你来扛了 凤孝 其实文长说的还真不是胡话 点子记的大名想必就算你在冀州也听说过了 我可以告诉你 他或许比你听到的还要厉害 不怕你笑话 这一年多来咱们影川这群兄弟绑一起 在辅佐主公大业上的剑术也是远远不如点子记忆人 来许昌前 我已为曹公备了份大礼 就等着你们引荐了 好啊 只要你郭凤孝出手了 那这场角逐胜败可就两说 来 赫孝 吃饱喝足休息好了 明日带你去见主公 酒足饭饱后 一日清晨 寻遇就拉着郭家来拜见曹操 经常听文若提及奉孝乃胸怀韬略之人 想不到竟是这般年轻 影川不愧是跪拒天下英才之地 主公谬赞 文若也经常提及主公乃天下雄主 行事果敢 不似袁寿 刚愎自勇 再下来许昌怒上 为主公司得一计 不知能否为主公分忧 好狂的口气 你这话岂不是在说 我若不听从 便也如原本出一般的用 奉孝但说无法 在下大胆开则 主公的下个目标是徐州 要向攻克徐州 只需请天子下招 施责刘备窜夺徐州 主公率王师讨伐 接到昭告的刘备 他必然也会派出信使 前往冀州 淮南甚至是荆州 求援 将刘备引诱出城 他会在信上指责 主公写天子以令诸侯 约诸侯们一并抗衡主公 袁绍性情迟疑 必不会马上采取行动 袁术更愿意看到两败俱伤 至于刘表 看家护院之辈 不必担心 即使主公可遣人 伪造袁绍或袁术的 信间回复刘备 约他出城夹击 刘备必然上当 此为引蛇出动 在吕布没来得及救援的情况下 收拾了刘备 如此 剩下一个吕布 也就不足为虑了 哇 真想不到 许昌城内除了子继 还有第二个人 拥有此等套链 文若 老你你指 按奉孝说的做 另外 我这还有原本出的信 你仿造他的字继 给刘备准备好复信吧 此战若成 奉孝祭投宫 谢主公 一日早朝后 天子便下旨昭告天下 要派曹操率领王师收复徐州 奉孝 带你去认识麒麟才子 点子记 一个点墨已经足够自己纵横南北 现在再加一个郭奉孝 收复天下旨日可待 曹国二人便到点墨的住处寒暄过后 开始说正事 不是马上要收拾刘备了吗 主公怎么还有闲暇到我这来 怎么样 此记觉得我多久能把刘备给收拾 主公 树在下直言 此等计谋也就只能瞒过刘备之流 赚他一些兵马可以 想彻底剿灭刘备 这显然不可能 这几个月来 主公招募兵马 打造军械 也扩军到五万了 可刘备的手上也是有三万兵马的 主公真的有把握 在原野之上一战便全歼了刘备的三万大军 若是一战不能全歼刘备的大军 他逃回城内 必然就是死守了 到时候局面还不是跟如今一样 将功则面临屡不偷袭 灵魂质问让曹操虑言又止 好厉害 典子记的大名还真不是吹出来的 我苦思许久的计策 他竟如此轻描淡写的挑出漏洞来 不过我也并非等闲之辈 兵法精髓就在于不守常规 若是暗部就搬河来起兵 只要守战胜了 刘备军心受挫 我军便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权 即使我们便可根据战情相机而动 呦 可以啊 这位兄台是什么人 我今天带他来 本意是想让你们都熟悉一下 他是尹川大才 郭家郭凤相 原来是凤孝兄 久仰大名 子记的话不无道理 一旦刘备退回城中 想必就是抱着死守到底的决心了 到了那时 还真是不太好办 既然如此 兵军是为何会说最多两个月便可取许舟 正如凤孝所说 守战取得了优势 或许两个月内 你会有手段扩大优势 最后击败刘备 子记这是英雄湘西吧 我也觉得凤孝办得到 主公和子记过誉了 也说不定是子记先握一步 想到破敌之策呢 被点摸这么一说 郭家自己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毕竟刚才自己还冲撞了点摸 凤孝想跟子记比一比 谁先破徐州 我就纳闷了 你怎么会跟我杠上了呢 不是都说尹川世子 很大度的骂 但有所愿 不敢情儿 哦 我也想看看 到底是子记麒麟手腕更强 还是凤孝神鬼不测更胜一筹 这老曹也不傻 闻起了激将法 是巴布的我们二人 集谋百出 把刘沛当狗溜啊 要比也行 那就以两个月为限 两个内能取徐州便是你胜 若你取不下徐州 便由我出手了 子记当真要这样比 这种比法你可是吃亏的 君子一言刺马难追 现今天下 子记在谋略方面的名号 就如同吕布在武艺上的名号一样响亮 颖传世子们甚至在私下议论过 要向天下谁人不识君 只需战胜点末便可 此番能来许昌宇点末一较高地 已经成为了我的追求 皇宫内 刚刚退朝的刘邪正在和董城讨论刘备 陈廷文刘备也是汉氏宗亲 起初薄信 后来便查阅了祖谱 陛下猜猜结果如何 爱情快说 刘备是中山晋王的十八代玄孙 以祖谱 陛下可是要称他一生皇叔的 卧槽 皇 皇叔 如果是皇叔 那可就不一样了 大家都是刘氏血脉 自家人 再坏也不能比曹操他们坏吧 一挨轻看 刘皇叔能否战胜曹操 禀陛下 只怕此战曹贼胜算更大 陛下早朝的时候已经发布了讨贼席文 此时的刘备可是叛军的身份 陈建议将祖谱一世在民间散播 坐视刘备皇叔的身份 也算是助他一臂之力 有道理 爱情放手去做便是 脸府上 点为正在和点莫唠叨 俺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不打仗的时候 就好好物色物色婆姨 爹娘走的时候 俺可是说过要看着你成亲的 你倒好一拖再拖 杀 干什么呀大哥 举媳妇这事你就别操心了 你小弟这么帅 还担心没人要骂 你小子还嫌我啰嗦了 赶快娶个媳妇 我不就没话说了 说起来子龙呢 他说生病了 主公说让他好生休养 徐州的事情就不用他操心了 忠义无双赵子龙 让他去对付刘备 他确实吓不去手 可是这次同时对付吕布 关羽和张飞 光我们这些人肯定是不行 怎么着打团也得拉上他 这一趟去徐州危险重重 子龙不能不去 我现在就去给他治治病 典末朝着赵虎方向走去 此时赵云正在一人喝问酒 哈喽 怎么是不是因为刘备而生病了 自古中一两难全 末将已经打算跟主公坦白了 至于如何发落 云不计较 石云负了主公 也负了军师 子龙你可以有情有义 但你的情意满足的 只是你自己一人 你的内心有真正想过天下百姓吗 我随主公中征 是为了将天下周郡重新归一 从此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再无风火 这天下的百姓在你心中 还不如你对刘备的那份情意事吗 我只当军师是夺权利器 善功人心 却不知他记挂的是天下的百姓 战士为了指战而战 他才是当之无愧的人意君子啊 军师一言如当头望鹤 令云醍醐灌顶 末将懂了 真的明白了 骄哥我穿越前 可是每天都看骄哥的节目 背叛我的人都是几百万 忠诚于我的那就是几个亿了 叮咚大声 就我这忽悠人的技术 骄哥来了都得叫声大哥 两天后 曹操召集了四万部人的大军 从许昌出发了 过去我们每次出征 都是为粮草担忧 但惊多亏了 子稷发明的屈原梨和水车 百姓大丰收 再也不用为粮草担心 对了 怎么没见子稷人 方才看见他去考军处 带了一辆马车过来 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再瞎问他 他说这可是神器 关键时候能让我军 在战场之上驰骋无敌 又是神器 当初的两大神器 水车和屈原梨 不仅造福了百姓 让税妇多到粮仓都爆满 这回宫徐州竟然又有神器 就是不知道 这神器是用在刘备 还是吕布身上了 那就要看他们俩谁更倒霉了 奉执脚贼 冲啊 曹操一队人马 前往徐州的路上 此时刘备这边听闻曹操 带着五万兵马来袭 正在屋内商讨对策 朱军 方才你们也听到了 曹军是日夜兼程赶路 其实必然人困麻烦 再者 曹军来人五万 而我军只有不足三万 他们心中必然对我们心存小觑 不会防备于我们 他料我不敢出击 我却偏要反其道而行 趁他们立足未闻 主动出城偷袭 如我估计不错 此仗我军必能凯旋 早就听陶公说起 公子智谋过人 深谙兵法惊贼 不过 在下有一眼 请公子珍种 早在曹贼发布矫照的时候 我已经在部署退敌之所 现已部署妥当 只需半月 半月之内曹军必败 所谓的部署 就是我在一个月前 给各路都侯写的求援写 袁绍生成会派上将人 率两万铁骑持援许动 到时候前后佳计 拒奸曹贼 不过这封信 逃上你并不知道 哇 敢问玄德公事和计划 说出来也好让我安心 公子 请相信在下 最多十五日 十五日后若不成 在下干当军阀 两天后曹操大军 到达徐州城外安营扎寨 子季 情况有变 李布这小子 竟然带了两万兵马 进驻了刘县 距离我们也就百里的路程 此时也超出了在下的预料 施在下谋事不周 别慌 那要如何 门虽然有五万大军 可是要在大寨里伪装被袁绍偷袭 至少要部署几千人 才能造出声势引流被上的 能动的兵马也就只剩下四万多人 除非我们放弃原有的诱敌计划 可部署了这么久 我实在不甘心 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点磨能盘活这个局面了 现在来看这场赌局我是输了 我当是和是 李布这头我早就备了一份大礼给他 不打紧 这次他过来顺手把这份礼物送给他 三人起身走出了营帐 来到了资崇营 门口放着一辆装满铁块的马车 卧槽 什么 这是什么吗 这玩意我就不给你们演示了 不过想用弱铝牵制住铝布的兵马 就得全靠他们了 卧槽 早就听文若说 其子既懂得蹊跷天公之术 你造出的东西还真是闻所未闻 点磨刚才说早就准备了这份大礼 换句话说 他在许昌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局面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吗 真要是这样 自己已经输得彻头彻尾了 夜幕降临 刘备收到袁绍的来信 一日清晨 便让关羽把徐州文武都召集了过来 读位 我早在曹贼发布矫照的时候便部署退敌之策 如今袁绍的部将文丑率领两万铁骑已经渡过清平关 约我明夜子时 呼吸曹军大营 举监曹贼 曹贼 拿命来 玄德公不仅仁义无双 又是汉室宗亲 此战曹贼毕王啊 太好了 曹贼一旦败王 玄德公辩可律王师下许昌颖天子 从此忠心大汉 立清始流明之功 曹贼毕王 大汉可以忠心了 第二日南门处 大军已经集结完毕 刘备带领两万多人鱼贯而出 刘备的大军刚刚冲进林寨 只见原本洋装厮杀的兵马全部都停了下来 齐齐盯着刘备的人马 完了 巴黎Q了 完了 中了曹操这老贼的调虎离山计 战况逆转 前有几万曹军 后有八百点自营 前后夹击刘备大军 卧槽 快着 我们中埋伏了 刘备姑姑的形象慌忙跑 路边芦苇荡里 又跳出一批埋伏的曹军人马 杀得徐州军措手不及 徐州军损失惨重 曹军首战告捷 此时另一边吕布带着铁骑杀到 和点摸带领的布甲兵对峙 军师 你真有把握用这点人马逼退吕布的铁骑吗 开玩笑 我操拥的 我已经命将士们将手中的铁骑力抛在地上 子龙你坐等看好戏吧 吕布大军 战马踩 吃痛立刻的 龙你看看吕布的铁骑 人养马翻 我看叫走地鸡还差不多 军师神断 第一轮就放倒了600多骑兵 这两次冲锋后吕布战马已折损无数了 大势已去 吕布的铁骑不过如此 对峙到天亮后 吕布无奈地退走了 回到曹军营帐中 助攻 吕布跑了 还折损了一千多铁骑 若非有军师发明的神器 此战只怕我带去的布甲都打光 也没办法阻拦下吕布铁骑的冲锋 话不能这么说 若无奉效的奇谋妙计 将刘备吕布同时引出 我这铁骑力又如何有用武之地呢 与其说是我组成了奉效 莫不如说是奉效造就了铁骑力的威名 有道理 子级人又帅 又会说话 又有格局 我怎么越看你越喜欢 子级说得对 你们二人都是我的左膀右臂 相辅相成啊 子级的天机秘术 今日我算是真的领教了 这场赌局奉效书的心服口服 找到刘备 不知道这一战回去后 徐州本我会怎么看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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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城议政厅内 刘备吃了败仗 正被众人奚落 我现在的身份也就是可拘许 我一下就把桃千万辈子积攒的家底打去了 这个贺人还怎么当下去了 大哥 你沉思良久是否有退敌之策 二弟 你还相信大哥吗 大哥 我不信你姓谁啊 俺也一样 俺也一样 我刘备只要一息尚存 就与你曹操事不两立 终有一日 我会让你为今日恶行付出代价的 大哥刘德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哈哈哈哈 刘关章三人决心重振齐步 商草起机退曹操的对策 之后点墨与曹王到陵里散步闲聊 先生真是料事如神 我受教良多 你继承我一生先生 那我不能让你白教 此时草丛传来嘻嘻嘻嘻嘻嘻的 什么人 请先生先撤 学生当后 来人黑脸还眼 手持长矛 他是张飞 张义德 那人就是曹操的居士点墨 看 把他拿下 还好大哥之前让我认准画像的时候 曾经见过这张脸 曹王与张飞缠斗在一起 没几个回合败下场来 点墨起码跑路 曹操果然是用心良品 不是他给我配了这匹骑马 我今天估计是要交代了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突然马的前蹄陷进坑里 少奇马上抓住点墨 一旦方天化解 便将他的咽喉划破 这是谁的部件 眼前是一名身穿暗红色皮甲的少女 横卧方天化解 宛若冰山雪莲一般 肉眼可见的高冷 这些徐州军为何要追杀你 谢姑娘救命之恩 在下诸葛家 狼牙扬都人士 刘备几度争在下为别嫁 然在下不愿与之为伍 所以他才派人截杀在下 狼牙诸葛氏 这可是个大士家 也是名流备出的门地 你成亲没有 尚未成亲 拉起你的马 跟我走 二人走到黄昏 来到了一处布置简陋的山洞 这货无意不锁 亦敢方天化解 用得出神入化 难不成只是个山贼 我被他抓来当压寨男人了 现在可以洞房了 大姐 这也太快了吧 好好躺着 感动就把你蹄子剁了 杀 这一页点末 不敢乱动 规规矩矩的躺着 持续到第二天早晨 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人了 回到狼牙后 记得带上聘礼去沛城找我 我父亲是温侯绿凤仙 卧槽 妖兽啊 这货竟然是屡灵起 此时曹王刚从昏迷转行跑回 曹军人帝 主公 先生被张飞抓走了 曹操瞬间觉得气血翻涌极的无法开口 他强压着疼痛 子孝 马上召集三军 火速赶往鹏城 给我攻城 该死的张飞 敢动咱小弟 他死定了 众将士听令 速速随我去救军师 片刻的功夫 曹营大军出战 完命的朝着鹏城赶去 鹏城这头 众人正在商量 徐州如何防守的问题 公子 不好了公子 发生何事 曹军来了 已经过了五里坡了 几人已经被吓得不敢出声 难道是因为三帝追杀点吗 曹操起伤头 这不可能那大哥 我也没伤着他 刘备等人来到城关上 只见曹军毫无张网 大军陆陆续续的敌人 军事开始急声纳狠 大耳贼速速出来说话 否则攻城 我就带着徐州 军完了一次偷袭 还被你们打得找不着 我怎么得罪你们了 听着 你们把自己放出来 我曹操对天赐剑发誓 有生之年 绝不敬返徐州 若是不见自己 全虚全伪的回来 我便攻城 全部屠杀 集权不留 城关上的众人 吓得脸色惨白 封门 一集 一集